衛生署表示 截至今晚4時的過去24小時 接獲醫管局情報兩宗死亡個案 懷疑涉及接種新冠疫苗後14天出現的嚴重異常事件 第一宗個案涉及一名58歲女子 她曾胸痛及氣粗 去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求診 醫院檢查發現她有大動物撕裂 今早離世 初步診斷死因是大動物撕裂 她在離世前7天接種過一劑復必泰新冠疫苗 第二宗個案涉及一名61歲男子 她在昨天晚上在工作地方被發現不省人士 送往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室 醫院檢查發現她有心室戰動 並且在當晚離世 初步診斷死因是急性心機緊失 她在離世前兩天接種過一劑復必泰新冠疫苗 兩個人在接種後逗留在接種中心觀察期間 都沒有不惜記錄 處方說兩宗報告都沒有提供臨床證據 顯示事件是由疫苗引起 處方接獲報告後 已經聯絡醫管局獲取更多資料協助因果關係評估 還有電視雕 responded 會員VEL ocMP 是否,可以不擅長